让它重新可以去convert回去就可以了 就是让它重新可以转换回去就可以 甚至它自己转换其实都行 就是这个东西你自我定义 所以你用户最后上传的那个 Excel表格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数字的局限 然后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彻底去规避了 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模板 那个不能挠护用户所需求 那个情况 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办法 那个从用户的使用的角度来说 它只要数字就可以 它甚至那个数字是经纬度都有可能 然后至于对应的 说你那个图能不能画 我认为它是放在第二步的 因为在我的看来 就是我们这一款Python framework出去之后 它第一个招牌 就是能把机器学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简单 你只要上去一个表格 然后让你出来结果 这是第一个 然后满足用户的钢琴续续 出图那个是属于顺道的事情 就是那个第二个 就是我们甚至在里面再问一问 Do you need a map or not? Yes,如果需要 map的话 那你需要你的样品的经纬度 那个东西可能再啊 它再上升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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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再上升一个表格就可以 好不好 那个那个那个 呃是是这样 这是其中 关于这个输入量的这个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于 呃比较小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如何填这些空缺值 像这些空缺值其实都应该填零 而不是中文数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这是实验值 就是别人自己在实验室里面控制的这些实验 我当然知道我加了哪些元素 有些元素 我压根认为加 它的值肯定是连 这确实可以连了 所以填零值也是应该作为其中的一个 可选项 一个possibility 给用户加上去 这在我们测试版里面是改进可以用的 好 以上就是这两点 我那个那个现在结束共产 好 请何散继续主持会 张老师 张老师你还可以再 呃共享下 应该那张表格 就我刚才有有 有一个点可能不太清楚 呃就是就是您刚才说这一个 这一个矩阵是指呃用户输进来的这一个表头 就是他这个列名还是一行对吗 就是汪肉 类似我们原来那样子 呃 那个那个 他他他输入的 他给你是一个cell表格了吗 他一个cell表格里面 可能就是我现在拉的这个 拉的这个部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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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 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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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不过说你告诉他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是column1 是吧 对 这个column2 但就是column1他不一定是二两块规 他自己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吧 对对对 对然后那个那个normalizer一样就是你要规一化是否要规一化你自己选择你要column2 column3 column4 然后就是人家选择哪些数字去规一化 因为这里面可能情况会比较复杂的像我这种情况就是column3到比方说column可能10还是column20 就是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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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这个 对我来说那就是column3到column17 这个里面是需要规一化的 1和2不需要规一化 然后同时呢我还需要比如说真是这个表格的话 我还需要是column 等下说19和column22 就这4列需要规一化 因为它是另外一种快速成为 所以他有时候会面对这种情况 或者他还要弄了一些其他一些实验比方在高层 他认为他在做这个技艺学里面 elevation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但那个只是不需要跟任何其他的冲突 就跟温度和亚状一样 对吧 OK 对 OK OK 好 那目前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是没有规定第一列必须二氧化硅的 就他其实就是已经跟应该说这样子 只不过是因为一开始那画地图的函数有点错误 我在下一版的时候改一下 他就支持支持现在你说的这个表就表格的一个操作 应该是可以 OK 对可以 那我们就按正常之前的那一个工作流程去进行汇报 然后首先的话就是我这边先共享一下 就是我们 整体的一个情况 然后现在的话 就咱们这里边可能有几个同学是之后会加入进来 所以我会简单的做一下一些介绍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一月尾的时候也就是前两个星期就是我们成功把这个第一个版本推出了 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步 因为我们推出之后在测试就是发现它确实是理论上行得通 而我们之前所规划的所有的这些步骤什么的都能跑得通 并且效果也方向也挺好的 因此就是这一个 这算是标志性的一步吧 然后也是大家前段时间就是工作就努力弄的这一个成果 主要的话就是在第一版里面我们主要是做了右边的这一个几个功能 就是允许用户去上传自己的数据 然后这就是张老师前面提到的这一个关于表格名 我们就关于这个上传的这一个数据格式 我们还要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完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允许用户去使用这一个 我们限制好的这一个监督学习跟无监督学习的一个算法 然后可以跑出一个就是数据的一个成果报告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能够去画一些有意义的图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把这个数据挖掘基本的流程规范好了 然后可以在每一个横向上做一个扩充 这是整体的这一个就是情况 然后我们的话主要是希望能通过这一个就是简单的 这个点击选项 然后包括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一个就是对列明的操作 也是同样通过这种选项 我们可以去让用户快速的去体验一下 也不叫体验就是说把整个这一个数据挖掘的流程 就是跑下来能够对这一个数据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这一款软件 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这一个数据挖掘的这一个上手的一个难度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快速的去跑我们的这个软件 去看到数据之间存在一个怎样的一个联系 就是它可能并不会很精确 因为如果要到那种精确可以发表文章 它可能要对它数据进行很多的处理 包括很多过程中要进行微调 但是如果只是反映一下就是用户的这个数据 它之间有存在一个怎样的趋势的话 那其实只需要去走过一遍完整的数据流程 就数据挖掘流程就可以马上得到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 因此的话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一款这一个软件 就是去降低这个使用程度 然后当然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就是下载的话 可以去按照我们在这个 GitHub 上边就是 就是这提供的这个menu可以去下载一场 失去跑一下就可以了解整个这个软件来做的一个工作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呃就成员 这一个情况是总共目前是有14个人 然后呢就是分为这一个两个小组 一个是这一个专注于算法应用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做一个实际的贡献 在这里边的话就是呃会提到刚才就是一开始在会议开始前 我们想讲的那一个就是关于生成图件 就是一些算法应用 因为我们会去跑某个算法 然后它可能有对应的很多一些就相关的一些信息 而这个就算法应用会去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machine learning group 的话 可能是主要在于学习 包括去建设这一个呃团队目前的这个文档 所以我们主要的这一个内部的组的话是分为两个组 呃在这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呃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 踏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因此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收集这个用户的这个返回信息 然后呢跟他们的需求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做一个迭代 呃在这之前的话可能就是指我们单方面的一个设想 就是我们觉得可能要怎样 然后我们做出了一个测试版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我们发布出来之后 可以让用户直接去体验这个过程 那因此会遇到很多问题 呃首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用户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流畅度 就是一开始张老师提到的那几点问题 就是为了让用户使用起来更加呃流畅跟简易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去呃就是能够对这个利益的这个操作有更多呃就是更多一些精确化的一些处理 因此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给这个操作 提供给他们这个操作 而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去做的 因为呃这些就是形式它是我们一开始就想提供的 因此它不会有很大改动 只不过是在之前可能有一些地方考虑步骤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之后 的话就是呃在于 流程中去做的事情 是那些步骤就介绍 啊呃清楚跟明了一些 因为在使用的 我可能是 的 就说 我还算起来 一件几点的 是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版之后我们有一个就是获得用户反馈的一个渠道 那因此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的去 就是去提高就优化我们目前已有的这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版本出来之后 我们会进入一个常态化的开发 然后因为第一个版本出来之后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更加明确的 关于这一个贡献的一个要求 然后呢其实在目前这一个 就是整个的这一个组织里面 就是有三方面的一个贡献度 第一个是代码的一个贡献 然后这个贡献的话是我们可以通过Git Commit 就可以去看得到 其实大家贡献多少跟贡献的质量如何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 会这个就是看对文档的一个贡献 因为对一个开源的这个软件来说 它的这个代码很重要 另一方面是它的这个文档工作 如何让这个就是其他人 就是非我们这个团队的人 去看到我们的这个东西 它可不可以快速的去了解 跟可不可以快速的去学习 去添加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属于这个文档的工作 而这个文档的工作的话是 对新成员进来包括 还不能够立马去做 这个代码贡献的这个成员来说 这个文档的建设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考量的一个东西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关于 这个组织管理的 当然是组织管理的话 可能就是目前是由核心成员去负责 之后的话就是当做到 就是如果你对前面两个 有一个比较多的一些贡献 自然而然也会参与到 更多的这一个关于代码的管理 包括这一个文档的管理工作 这自然而然的第三项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是很需要 有更多的这个核心开发者 就是核心开发者的话 那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比较 就你能够长期的去做贡献 那我目前的这一个 这个主要的这个形式是按每个 cycle去推进 然后首先如果你想从一个核心开发者 那你应该是需要去把你每个cycle 就是你的任务去做完 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一个要求 然后呢 这个cycle的这个任务的话 其实不是我们强制说多少 而是我们希望说 你能够给你自己下一个cycle 自己定一个你想做的事情 或你想学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觉得说 那这边正好有一些其他类似说文档要做 然后这个东西还可能需要改进一下 那也是能够跟你相结合 因此的话就是关于每个cycle的这个任务 我觉得大家能够再重视一下 就是不要觉得说 我们是单方面的去布置或干嘛 更多是希望能够去沟通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cycle report 然后每一个cycle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去花个五到十分钟去填写 然后并且去上交上来 让我们能够直接看到 就是你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进展 然后去给你布置下一个阶段的这个cycle任务 这个的话就是希望 一些还没有重视的成员 可以再更加重视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作为一个核心开发者 你会发现你除了cycle任务 你还会负责 整个这个软件 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因为这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我们出了这个测试板之后 会有很多人跟我反馈问题 然后就是反应怪的这些问题 我们是需要去解决它 然后虽然我们会分这一个优先 就是优先级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一步步去解决的 因此的话就是除了cycle任务的话 还会有一些杂七杂八的 但在这里的话就是还是 我们想要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会去就是想要建设一个 比较良性的一个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我们非常就是乐意说去 就花时间去帮助你从不懂 你可以不懂 你早有一点点编程基础 我们都愿意每个cycle去告诉你去做哪些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也是就是非常 欢迎大家去成为我们的这一个软件 一个核心开发者的一个角色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刚才前面说一个cycle 除了cycle report 就是一个记录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除了这个cycle report之外 你每周还需要就每个cycle在结尾的时候 你还需要填一下这个表格 就不要忘记了 这上面也是一个记录工作的 而这个记录工作是我们主要去看的东西 就是cycle report是我们每个cycle看了之后 去去看你的实际进展 但是等到我们截端性看你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是通过这一张表格去看 你截端性做哪些事情 那因此的话就是现在还没填的 可以先去填 把这个14cycle的这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情况填上去 当然因为那个春节这个放假原因 所以我们把13的这个cycle的任务跟14cycle任务是合并在一起的 所以就可以填13cycle的一个进度也没有问题 那目前的话就是前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进展 跟我们就是整个这个组织的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就是一些当下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第一个版本推出来之后 就是有一些表格我们需要去建立 第一个是关于说那我们0.2.0版需要去做什么事情 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建立一张下一个测试版 他推出来就之前我们做哪些 然后不断添加 然后哪些是我们已经做完的 有一个更加这个就是可见的一个 一个这个to do list的一个东西 然后像刚才张老师前面提到那两点 那就是我们可以列在上面 然后可以去做 然后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去看 你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们也会把那一张to do list 放到这一个放到这上面 就是可以让更多希望去做这一个开源的 这一个就贡献的这些朋友 能够知道我们有哪些是我们要去解决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关于 也是很重要的 是关于那一个bug的一个tracking的这个list 然后呢这个也会更加规范 然后目前的话这个是 就是这个是分两部分 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测试的一个记录 就是因为我们内部 就是你在跑的过程中 又遇到很多问题 这是无法避免的 只要大家下载的过 就下载过并且运行过 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这一点是 第一点是关于这个python 它自己本身它的一个变化 它很快 然后第二点是它本身有缺点 就是说它的这个版本管理 就是天生有一个缺陷 导致很多这种版本之间 它可能有一些不太兼容的地方 那这个不仅是它自己本身的问题 然后它还会跟这个操作系统有关 然后也会再跟这个环境有关 当然这么说的话 更像是一个 其实所有语言 所有应用都会遇到一个普遍问题 但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去记录跟解决 所以的话就是 目前的这一个bug的 这一个就是记录形式 也要再重新去做一下 然后一个是分为 对外一个分为内部用 第三点的话 就是关于这一个框架的 这一个细节 就是之前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第一版已经出来 会发现就是说我们结构上 起码在第一版的这个结构上 我们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框架体系 然后并且我们加东西 不是说你随便去加 不是没有那一个就是参考的 就更早进来的这一个 就同学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们是一步步怎么演变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最主要是关于这一个 算法板块的话 是有分这一个逻辑的 这一个架构 而这里面的话就是 之前只是在这一个 会议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关于说 我们的这一个是怎么演变的 是怎么需要学习的 那在接下来的这 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两个cycle里面 就是我会花时间去把它梳理 成一个更加规范的这一个文档 然后并且会去 对就主要是梳理成一份 规范的文档 然后可以帮助还没有就是去添加过 这个应用的这一个同学 可以去快速的去了解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逻辑的一个形式 是怎么组合的 然后再者的话是关于这一个超参数的 这一个列表 就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这个 automachine learning的这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在说 我们是需要去规定一个范围的 这个范围影响到最终结果的一个精度 之前其实我们已经展开了部分的这个工作 但是呢就是在这里边的话 就是如何确定这个范围 跟怎么去确定是需要你对数据挖掘本身要比较了解 就包括对算法的本身 那在之前开展了一些工作 我们在此基础上会去扩充 会需要一张更加详细的表格 类似于说在这里边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张表格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得到我们这个算法框架 它的这个 这个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类 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的 它们这里面讲的是联系 这张表格里面讲的是内容 就是我们目前类里边 它主要有哪些内容 然后这些内容里边有谁在做 是有谁去负责完成的 然后它到每个功能 它到哪个部分 就是被测试了吗 还是说正在进行 还准备优化 就这张表格 然后我们要类似建立一张 对这一个超参数的这一个表格 然后这张的话也是我接下来会着手去 先建立的一个东西 因为在这里边的话就是对 Flymo跟Ray的这个框架的一个梳理的话 就是目前是不要求 就是大家去学习一个理解的 因为最主要是先在算法的应用上 去了解这一个面向对象编程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回事 就是你需要对这一个 就是现代化的这个软件的 这一个设计的这一个体系 比较这种思想比较清楚 就是关于这个类跟类之间 是怎么建构这个联系的 包括它是怎么让整体运行起来的 这个东西要熟悉 那因此的话需要你深入去实践 最主要是实践 你实践了之后你就熟悉了这个东西 在此基础上才会再让你去看 这个关于自动化挑战 这个部分的这个内容 对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 因为今天建号应该它是考试没来 就是它这个 它主要是负责这一个图间的一个优化 这里面的话就是 就是建号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 就是关于就基于这个 MetaproLeave这个包 就是你优化的话 你要去调哪些参数 跟有哪些选项可以去调 它已经列得非常清楚 并且给出了案例 就这一点的话是它上个阶段 主要做的一个工作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跟我们之前做所有代码的工作一样 就是我们不会一下子让大家去做一个 很难很难的东西 很复杂的不会 就是你需要先去实践 你做出一个prototype 一个圆形 然后你能够跑得通它 你跑通了它之后 我们会再给你建议 让你去 就是我们会让 比较了解这些工作的 这一个老成员 让他们去带你 就告诉你说 你可以去拿改进 给你一些 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些建议 跟下一步去优化的一个方向 然后告诉你去怎么做 那因此的话 在这一个画图的这个环节也是一样 就是你去生成一些图件的一些代码 你写完之后 你能够跑得通 加到现在有的框架里边 就是都可以运行成功 之后 你可以建立一个pro request 提交上来 然后之后我们还会再反馈意见给你 让你去进一步去优化它 那因此的话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提高的一个过程 不要觉得说 这是一个 你之前工作没有做好 不是 就是代码的这个环节 主要就是在于说多实践 然后多反馈多优化 自然而然你的很多的这些 就是相关的这个能力 就会得到提升 包括你代码的这一个 刚才前面说的一个架构 包括你代码的这一个风格 这一些习惯 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进 然后这一点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算法应用的点 这一点的话 主要是现在目前 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两个小组同学 都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已经跑了之后 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算法 你跑下来之后 你会生成很多东西 跟你非常的顺畅 你就跑完了 但有一些可能会遇到一些错误 就是在于说 我目前其实并没有十分的完善 但是我目前整体的这一个 就是股价架构 什么都已经搭好了 就是我们要做的 就是说去丰富 整个的一个生态 就是我们整个的 这一个软件的一个 就是一个应用的 这一个功能 这是我们需要 依旧不是我们的 着重去做的点 就是它放在这 不是代表它是最末的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因此的话 这张表格也是反映了 就是目前我们那些算法 它有哪些功能 它可以在这张表格里面 可以看得到 当下的一个进度 我会就是不定时的去更新它 就根据我们的这个代码 它这个是跟我们代码里面的 类似结合很相关的 最后一点的话 是关于这一个 就整个软件文档的一个构成 然后这一点的话 目前也就之前的话 是由这一个 就是machine learning 这个group来做了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 比较基础的 但是我们 这个基础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们是可以在上面 去做优化跟改进的 因此的话 这一就是我们 接下来的一个重点 然后这个待会 吕杨应该会再讲一下 这一点的话 也是就是前期 不能做这个代码 贡献的一个同学 就是你们能够做贡献的 最主要的点 就是说去建设好 我们的这一个文档工作 因为这文档工作 也十分的紧要 你会发现 如果写的好的话 可以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我们在做的东西 然后去吸引更多人进来 去一起去把这一个 开源的这个东西 把它做得很好 然后呢 这这的话就是 整个的这一个 目前的一个进展 跟我们做的事情 那我们的话 在接下来的这 几个月内 还是会非常 这一个就是聚焦 在这一个功能的完善 包括这些bug啊什么 我们去把它 命令航班的把它做好 因为对于数据处理 这个过程 就是如果 大家可能有一些 之前的同学有做过 数据处理的工作的话 会更加熟悉 就是数据处理 它更多是一个批量式的 就是用命令航班 去做数据处理 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是高效的一个形式 因为它不是我们 平时日常用的那种应用 需要去点击 就是需要一些很图像化的 它本身就是数据流的处理 就是一个批量的一个形式 那因此的话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 现在的这一个批量 处理的这一个形式 就是更加流畅 跟更加就是清晰易懂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 重心去做的一个工作 OK 我这边的话 就最主要是汇报这 然后大家有什么 就是一些问题要讨论的 因为我们经过一个 比较重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可能会讲的比较久 关于这一个部分 OK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按之前的一个 工作的这个流程 然后我们会让下一位同学 去进行一个汇报 这个建民 你这边方便 那个开麦汇报一下 可以 我现在给我讲一下屏幕 可以看到吧 好 那我先汇报一下 那个 三马英小组的目前进度 就是SYCLE13和SYCLE14 它有一些重合的部分 盛心的话 就是KMIS的遗留问题的解决 然后这部分 三尼 三尼已经 就是在这次的第一版的时候 就已经将这个问题处理掉了 然后 就是图表的 然后盛心的工作就是图表的优化跟规范 然后建名的任务 就是XGBOSS的那个 画三个特征图的优化和规范 以及图表的优化 然后建号呢 就是也是图表规范 因为当时出第一版的时候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布置的 然后刘婷 刘婷在这个SYCLE的话 就是完成重构 然后就是将那个锁套跟领回归 弹性回归写入到那个regression的框架中 然后就给它提交上去 然后凯心呢 他就是 就是就将整个框架的那个接口 然后 就是学习好以后 然后把 把自己封装好的那个 逻辑回归添加到框架中 然后建立一个request request 然后他已经 实现了画那个 精准的照回图和那个 ROC曲线的函数 这是这个小组任务 然后接下来是我个人的 最近在做的是 就是在第一版测试中 就是要对那个命令行进行运行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他的解决方式和 就是一些细节的优化将 就会记录在这个在线文档中 他主要翻为Windows和Mac两个版本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将那个 两个函数整合到分类框架中 就是就是就是盛心 不对 那个 那个 凯欣将这两函数写好以后 他那个 有一段时间 没有没有时间做这部分的东西 然后就给他整合到 那个分类框架中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将回归中剩余的一些算法的 那个 角色数边界和 那个 呃 image函数的都引入到 呃 回归回归的那个大的框架中 这就是说 呃 最近的一些回报 OK 呃 哎 建民就是关于就是那第三点的话 现在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呃 就是这这部分就是做了一部分 还在本地端还没有遇到那个大的问题 OK 可以 呃 然后那一个就是关于呃 之前的一些关于画图的这个优化方面 你还是得跟那个信号对接一下 就是如果呃 就是有不确定的地方 OK 懂 这个 懂 就是那个image函数的 参数确定 对对对 就使用 就是这一个东西 OK OK 好 OK OK 那我这儿结束共享 好 OK 呃 那下一个就是梁 你这边方便共享一下 呃 因为春节 然后还有放假原因 所以呃 我们小组13cycle和14cycle的任务 就是合并在了一起 然后呃 我先讲一下我们的分工 呃 首先是西瑞德 他在13cycle结束之后 就已经进入应用小组了 那么百伦呢 他现在主要还是就是 是在线文档的部分 呃 然后以及 呃 在初步的去进行一个代码的 呃 选择 然后进入贡献的一个阶段 然后永康呢 还有就是他现在也是在 呃 学习 就是他之前选择的算法 并且还有就是 完成在线文档中 给他分配的user guide部分 呃 目前呢 因为我们初步的mini行版本 已经上线了 然后 三尼之前是写了一个 呃 比较简单的一个用户手册 那么呃 之后user guide的部分是可以根据 现有的这个版本去进行一定的 完善和升级的 所以说基本上是已经有一个大体的框架了 然后文域呢 就还是呃 跟就是还是主要工作是在在线文档的建立 然后以及如何去使用这个工具去完善 在线文档的框架上面 然后呃 印度同学呢 因为他们呃 目前来说就呃 也还是维持之前 就是呃 相对来说 呃 比较平和的一个进度 然后也是在呃 算法学习的一个过程中 呃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呢 就是我们 在线文档的这个任务将会在二月底的这个 呃 阶段呢 我们去结束掉它 因为就是这个任务相对来说拖的也比较久了 那么我们现在初步版本已经上线了 然后 三地写的那一个现有的一个手册呢 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大部分的框架和比较简洁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 现在还有没完没完善的部分呢 是可以根据这个现有的一个手册去进行完善的 那么 我细讲一下 就比如说呃 他介绍这个部分呢 是之前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 getHub上面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介绍 然后安装这部分也有了 然后呃 现在差别 就是差的内容 最大的部分就是第三到第五点的内容 然后这几点的内容呢 我可能会分配一些新同学来写它 就如果大家的进度呃 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的话 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进度 然后我可能就会分配一些新的同学来完成 然后呃 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用markdown形式去写这个文档 然后到时候文域呢 是更好的可以放到呃 网页的版本上 然后我呢 目前就是在做代码的 就是测试以及反馈 然后还有就是在负责在线文档这一个部分 那么之后呢 还会去建立一个用户反馈的文档 然后就是在二月底去 玩下我们在线文档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基本就这样 ok呃 呃会更好的帮助就是新了解同学去上手一些比较简单的算法 就是在那一个第六步的时候 就是对这个代码贡献阶段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 就是到时候就到这个阶段之后 就跟呃 我们核心成员去沟通 然后去看一下就是哪一个算法入手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呃就通过一些反馈的情况来说 就是大家对这一个算法的这一个呃就是理解能力 就是还是有不同的 就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因为这跟过去的一个经验有关 就是因为算法它这一块会涉及到一些数学方面的 呃还会涉及到这一个就是代码应用方面的 就是两个环节的话 可能对那种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同学可能不太友好 就上手的时候可能会难度很大 所以到这个环节的话可以我们可以再修改一下 对 啊呃 我给之前的那个就是呃 新手进来的一个学习步骤写了一个比较简略的文档 然后我到时候根据你说的我就修改一下 然后我到时候把这个文档发情理 嗯 OK OK 好了呃那下一个的话就是呃 呃文域文域你可以简单的汇报一下吗 就是 那个在线文档的一个那个代码工作 呃行呃那个 但我现在这有点小问题要不等一下下一个吧 嗯好没问题 谢谢 谢谢好呃呃那一个呃呃永康你这一边方便开麦汇报一下 哦永康没有进来那行那我们先跳过那我们就呃下一个同学我看一下呃因为过去就是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忙因此的话有好几个同学是提前跟我请了假就是关于这这两个cycle就是呃进度上呃可能不太大所以在这的话我就不点他们去汇报 然后我们就掇phenode然后我们就呃呃让我们就呃就去工作的一些这一个同学就点一点啊 那一个呃呃百伦 sposób你这边方便那个 开麦汇报一下 哎好的好的 我现在共享一下屏幕 首先就是和吕阳作长说的问题差不多 这是我13或者14的这个cycle的report 首先和吕阳作长情况差不多 因为之前两周 就是我自己这边有点私事 所以就是导致了这个cycle里面有部分的任务 我没有就是比较及时或者认真的对待 主体的对象其实就是在线文档编译 然后再加上因为文档编译是需要用这个 那什么worksheet用来编写的 因为我那个出现了点问题 所以已经跟吕阳组长在星期一约了一个预约 然后我们会着重的优先解决一下 这个在线文档编译的问题 上其他的我主体的目前的任务还是就是首先关于git的这个学习 然后progit的这个第三章 我已经看完了 然后第四章现在正在看 然后关于 然后另外有一个新加的一个任务 其实和和这个主体的开发进度 就是其实不是特别有关的 就是把这个代码挪到Linux或者是OS的环境下进行一个调试 因为因为就是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书 它本身的开发环境是Linux的 然后我自己实际上用的是这个Windows开发 所以我自己是想试一下 但是现在是目前看来还好 就是可以根据书的这个指导 在这个Linux环境下进行一个初步的编译 就是只要按照书上的这个步骤 就做就可以了 再加上但是因为我本人对Linux的指令 其实不是特别熟悉的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 基本是照搬书本上的内容 这是主体的我的情况 然后关于算法的情况 汇报研 因为我的主要的算法选的是 数和线性的 那个什么 我忘了中文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和编程基础 所以相对来讲 目前理解你还可以 就是能够用这个书里的一部分的数据 就给出的一部分数据 还有这个给出的代码 进行一个初步的尝试 目前我这边就是除了在线文档 其他的方面相对来讲还算比较顺利 大概是这样 OK 关于那一个 就是你第一点 关于那一个左手算法 可以就是 因为你之前是数学基础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 就是先把一些 基本的模型 就是你先学透 然后之后如果 如果你对这个算法环节 你比较感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就是 做一下就是关于 这个超上数的 这个选择的一个工作 就是因为这个超上数选择的话 是对这个算法 就是你对算法 你必须要比较懂 就是这个算法是数学的算法 不是我说的 这个编程的这种算法 对 就是如果允许的话 就是你条件允许的话 之后可以 在算法方面放更深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关于这个Markdown的话 就是这里边 就是你要去用 就是你学一下Markdown的基本语法 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些 你不太懂的语法点 你可以发到那个取上去 因为这Markdown 它里面是支持 这一个HTML跟这一个CSS 就是这两个是一个前端的 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语言 就是它本身内部支持的语法 是指这两个结构的 可能你在看其他人的一些 就是一些写的格式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不懂 因为它可能会直接在里面 就用了另外两种语言的语法 而不是Markdown本身的语法 那因此的话就是如果 你有实在有不了解的地方 可以发在群上 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你去理解一下 怎么去掌握这一个Markdown的一个写法 然后这一点的话也非常就是有用 因为你会发现后面很多的一些工作 就是你用Markdown进行这一个文档的描述 它本身是就是方便在这一个不同变成语言之间 做一个衔接的 OK可以 然后因为我自己有一定的HTML 还有JavaScript 还有CSS的编程基础 但是因为挺长时间没有用了 所以我最近复习了一下 相对来讲还可以 就是我会尽量尽快跟上 然后如果有问题 我会把Markdown的问题发在群里的 好行行行 然后刚才那个重型就是 我觉得说你可能可以从算法 这一个本身可能可以重型方改者 因为你会发现就是 现阶段的这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做的东西其实 一个是很强调编程的一个一块 然后第二块是关于这个算法本身 就数据挖掘本身 这个东西 所以两方面都是我们的一个重心 对OK 好的那我结束一下共享 OK 然后这一个 刘婷 你这边方便开麦汇报一下 Hello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 是这样 我这个CYCLE主要的工作的话 就是把那个 Luncer Ridge 还有那个谈心网 这三个算法 加到那个 线性回归的那个 哦不就整个回归的那个框架当中 然后今天在测试代码的时候呢 就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那个python版本 它和不匹配 我重新换了台电脑 然后它那个python版本是3.8版本的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项目 它要跑的话 现在是要3.9以上 3.9以上版本的python 所以刚刚就是重新装了一下python 把 但是因为我在装完python之后 它要重新安装依赖 安装依赖的时候 它花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我没有把那个代码给测试完 我身后测试完代码的话 把那个cycle report发到群上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然后就是 这边强调一点 就是 刚才刘婷提到 关于说这个依赖包的一个下载 就是它尝试 就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个包 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个软件 所以它本身有很多的依赖项 然后这一个依赖项的话 就是这种依赖包的话 它一个下载的速度 跟你的网速有关 就在国内的话 下载可能会慢一些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如果下载过程中失败了 可以重新再下载 就可能不是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网络不太稳定 然后在这边的话 就是 就是你会去做测试 就刚才刘婷说 他去做测试 就你肯定会遇到问题 因为他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3.8跑不通 然后这个可能之前 我们没有关注过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 大家开发的这个版本 都是3.9 所以的话就是 如果你遇到关于这一种 代码的这一个 跑的过程中 就如果你遇到各种问题 都可以及时去跟我们说 或者是放在群里面 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去记录的 就是我们需要去解决 OK 那刘婷 那一个关于第一个部分 你刚才介绍的那一个 就是添加的过程 就是有遇到难题吗 就是之前那一个 弹性网络 跟其他的这一个 就加了正则化的 这一个信心回归 弹性网 他的那个 我觉得其实 我是没有太懂的 但是我是 就是按照之前的步骤 把他那个先初始化 就全部先定义好 然后具体的话 我得看一下 等会跑一下 是什么情况 其实 OK 好 那一个的话 就是 我 从数学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并不复杂 就是你不要看名字 就你 你先了解顺序 就是普通的先行回归 然后 Las的 就是 应该是 Rage回归 然后 这个Las回归 对Las回归 然后 那个弹性网络 是基于Las回归 跟这一个Rage回归 两个东西 其他就是在这一个 表达式后面 加了一个正则画像 然后正则画像 可以去控制 他的这一个 过你和的这个东西 然后 弹性网络 就是把两个 一个 就是两个正则画像 加在一起 然后就是 这一个弹性网络了 所以他逻辑上 并不复杂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如果有问题 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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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那个韦玉 你现在这边OK了吗 好好好 那个 我 等会儿 那个我就是 那个 我换了一下 那个主题 因为上次说 那个主题 不是有点丑吗 嗯 我先共享一下 屏幕 现在可以看到吧 嗯 可以 就是换了一个 就我查到这个主题 好 对 他还能在这换 这个黑色白色背景 然后就 不会像上次之前那样出现 就是 只占一部分 然后那比例很好看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package 怎么去掉 还有这个modium 我现在只想到了一个很笨的办法 就这个等我们最后如果那个 嗯 对我就是在这把它替换一下 因为我实在没查到为什么它会一直有这个东西 然后但反正这个 因为我 我现在 把我们这个 把我环境里这个python换成那个 3.9之后 然后我现在就在解决很多的报错问题 因为我之前没有管那个 我们自己那个 就是更新的那个 就看 就看水派的那个包 然后我今天更新了一下之后 发现就是确实是 我原来这个虚拟环境里面是那个 嗯 是那个那个叫 呃对 拍了3.8 然后换成3.9之后就 很多的那个包它都有报错 然后现在解决这个问题 反正就是 呃我觉得 呃这个 这个主题换成这个 我感觉 应该 就比之前那个要强很多 然后呃 这个package和modium这个 我打算不行 我就最后在那个 HTMI那个圆码里面 把它们删掉 然后我顺便的就是呃 然后后面如果有这个呃 写好的那个markdown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加就可以了 ok 哎那你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改动的地方 你可以给我扫印嘛 就点一下那个代码 就你左 左边的这个 嗯 在哪改动 右边这个在哪改动 就是在这里是吗 嗯 对对对 他这个就是呃 呃 在就主要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呃 看他对应的就是这个首页 嗯 就是这里 然后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再加一些像这个model example 那就是呃加在这里 就是加在这个下面 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就是对应的这一面 然后他会自动生成那个对这个里面 然后就是对应的很多的页面 然后我们这个包里面自动生成就在这里 然后就是他就总会显示这个 哦 OK可以可以到时候可以试一下 就他这个就我改 嗯 你说 嗯 就是我之前本来 我我之前是改好了 然后他那边都不显示了 然后因为我不是把那个python换了 换了之后 然后现在就 就是就得我得重新内闪 然后我还可恋了一下 就是他 我可恋我就把之前生成的那个页面给删了 OK可以 呃就现在这个页面就是呃 就你觉得比较好的OK的页面是 就你现在展示的这个 对反正比之前的是强很多 OK可以可以可以 OK 就是可能 有点没听懂 就是应该说呃 调试前不出错了吗 我以为他这个出错了 哦 没有没有没有 之前就是这款他他有一个这个主题 之前是他原来那个默认的 然后这个然后我找到了一个 这个主题是又又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包里的 然后就比之前那个看起来好严 OK可以可以 是呃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呃之后如果那个你调好 因为你现在不是有报错吗 就是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 可以到时候发我一份我先看一下 然后对 然后对 呃 markdown有问题的地方你就跟吕阳说 就是就需要去拿一些转成什么格式 就是你还是跟他说就行 行 可以可以 哦 你用的是这个空的是吧 就是空的 呃 如果你遇到一些 我用这个管理学有关系 是是是是你用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跟建民呃沟通一下 就是因为之前建民精彩用这个 但是这个 他确实会改一些你系统一些配置的东西 就是你可能会有更多的错误 嗯 但是呃 反正我是因为习惯就是一直用这个 明白明白因为很简便确实很简便 实话实说 只不过是没有用过另外一个 OK那只不过呃我们现在推荐的是他官方自带的 就是这个DMV 这个是官方自带来 就是如果你只有跑的过程中 如果那个空的不行可以换成那个试一下 就是你遇到问题的话 就是如果你遇到的是空的下有问题 呃你可以先换成VMV 如果他没问题呃就没问题 对 嗯行 OK OK 好 那我就结束一下 工程 好 嗯 OK 呃然后那一个盛兴 你这边方便那一个开麦汇报一下 嗯 OK 就是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在忙一些别的事情 然后进展不是很快 不过就是呃 不过最近已经忙完了 所以可能要在后面几周 我可能要把之前遗漏的一些补补一下了 可能 嗯 好的 OK呃 然后等那个表建了之后呃 呃你到时候可以在上面选 就是因为你现在的东西是还是对 就是这些可以做的 就是因为你已经对框架是比较熟悉的嘛 就是其实你整个框架的理解是已经很熟悉的 所以就呃到时候有个to do list吧 就是一些我们要去解决的 就是一些比较急需的去解决的一些项 到时候列出来之后你可以在上面挑 哦 可以 好 如果你那一个跑代码过程中就跟刘亭亚 如果遇到有问题的话 你就跟呃 建民还是吕昂说一下 就是我没有 我只是我还是那个老问题 就是那个list大小写的那个问题 就Python白马比较老老的原因 没有别的问题 哦 对对对 那个他在3点 3点 3点9他就允许消写的list 就是我用的还是3.7 因为我记得特别早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3.7 所以我一直下的3.7 嗯 ok 好 那你更新一下去再跑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因为 因为他这个呃还是得用新一点的 为什么是 就是你Python在他3.7推出这个type in的这个功能 应该是3.7推出来之后 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 就这个语言 他本身在那个应用部署上面有一个很大发展 因为他病的这个静态检查 包括他的这个装饰系的这个语法结构 就是使得在做前后端应用的时候 就是那个FaaS API啊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Typer 就是一个命令航版的这一个 类似于一个框架那种东西 就是他就基于这个type in去做的 就是他看起来很简洁 就是因为type in他本身的这个结构 让这一个Python在做这一个呃 应用开发的时候有一些天然的一个优势 那因此的话就是我们还是会选择 就是目前呃可以部署生产的这个3.9版本 3.10我还不用 因为3.10有很多包都没有升到那地方 就是跑3.10的话 可能那个numpi都会报错 就numpi都没有更新到3.10的那一个版本 所以我们就用3.9 ok那我把我自己的也升级一下 对对对 然后你再去跑一下 就有错的话 呃你用的是windows对吧 就有错的话你就第一 嗯对对对 ok你有错的话 第一时间就跟建民跟吕昂说一下 因为他们在记录这个问题 就关于这个测试 嗯好的 okok可以 呃然后那个IC 那你这边方便就是开麦汇报一下 嗯哦可以 哎呀我要打开一下我那个共享屏幕 嗯对你可以对着那一个cycle report 嗯哎我可以先换一下吗 我刚刚就是打开我的共享屏幕 然后他这边设置要我重新设置一下 哦好 没问题 嗯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共享过 嗯 ok好 呃然后就 呃这个 那个客人就是你 这段时间接触的如何 就是关于这一个了解的话 就吕昂跟你说的一些点 就你有遇到问题 嗯 sorry 就首先是这段时间我还没有开展实际的工作啊 首先这个是情况一页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第二个的话就是最近我也做了一些测试 但是我我我还不太知道具体的测试流程 我是根据我做毕业论文 有需要 我就用了一下 我相当于就从另一个角度用了一下吗 其实我感觉用下来的话 我挺习惯的 然后目前的话当然因为你的指标 可能指标是现成的嘛 呃我在用的时候 我必须提前把我自己实际的数据给替换处理一下 但这个可能我觉得后续的话 可能可以进一步优化完善一下 所以我就想问的是就是我以我自己实际用 我遇到一些问题 我是怎么反馈给大家呢 我想问一下这个 OK 呃就对这个的话就是 现在你遇到实际问题吗 因为我们是在组内嘛 就是我们是内部成员的话 你遇到问题的话就呃 关于这反馈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或者是跟这一个对应的这一个组长说一下 类似于你现在的一个积学小组的话 你就跟吕昂说一下 对 然后就关于你想反馈的一些问题 就关于这一个无论说是 你该说我觉得很好 就应该说那指标 就你做关注点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说是什么指标问题 因为跟你自己的使用习惯有关 但是如果你觉得可以更加优化 你可以把你的建议说出来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优化它 或者之后你进来之后就是你熟悉之后 你也可以去做这个工作对吧 因为你对数据挖掘本身已经就是经常用了 嗯 ok 那可能这段时间我是准备从周一开始吧 从那个麦克兰开始做 然后的话我做毕业论文 我现在也在一边做实验一边处理 我想的是可能把它一起等我处理完吧 我就想拿这个整个开发这个framework 相当于实际用一下 最后做一个汇总吧 因为可能有的也是我个人习惯的问题 有的可能也是还有一个就是我来做的话 很多时候是需要提前提前再预处理一些指标 这些指标可能是针对那种碳酸研比较用的多 这个我都最后做个总结吧 但可能这个时间可能不是这个cycle能完成的事 我想说我可能一直关注着 对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对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 就对因为这里面有另外两个心统学 就就你这点我先展开一下 就是我们做这个的话是比较长期的 就是我们不用说你每个cycle要把很多东西做完 就是我们动态的去沟通 然后应该说这个总结的话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能我们之后 因为这个是跟地球化学本身有关的 所以之后的话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有值得去加入的一些部分 OK那我的计划就是 下周一开始去做那个markdown 呃 然后一边在这可能这可能毕业论文得做一个多月 可能我都得实际用一下测一下 看看更年有什么 那我就随时随时反馈吧 对对对 就随时反馈就行 就反正你现在的话 其实呃 类似是一个用户 然后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使用体验 包括哪些地方可以跟我们内部就是反馈 然后我们可以更好去优化了 对 嗯 OK 嗯 我我目前就就是这样的 好行 OK 没问题 嗯 OK 呃 然后那一个 呃 哈喽哈喽 听得到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谢谢唱歌啊 那个我我刚才听了一下 呃 我是不是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 啊 对对对可以 对 那个 我我是那个新来的 就是从唱歌这听到我们这个项目 然后我现在在AOS读那个 呃 大三 然后专业也是data science 所以说就是想参加一下我们这个开源的项目了 就是第一次参加 然后我听了一下也大概明白了咱们这个 呃 看你追派的这个一个具体的功能 呃 我觉得还是很mess我的这个专业学的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我希望学到的一些东西的 然后我觉得也是作为新手我也可以从这个整理一些分道 然后开始做 嗯 然后希望跟大家就是多多学习对各位大佬 嗯 谢谢 OK OK 可以可以 呃 呃 该加您就是他之后的话也会加入进来 那那之后的话就是呃 这两天如果你有空的话 就到时候我们可以跟吕昂在一起 我们简单的meeting一下或者沟通一下 然后到时候可以加到呃 这个工作组里面 就是我们呃 国内的话用的是这个QQ 就是主要是用QQ去做这一个呃 这个消息的这一些协同了 然后呃 用的这个这个工作的这个资料的话是用这个坚果云去存的 呃 然后也是用腾讯文档呃 国际的一些就是工作的话主要是用slack 对 哦 OK OK 明白 好 行 呃 那那个呃 玉成 你这边就是该听了之后你自己有一些就是想沟通的吗 嗯 呃 哈喽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好 然后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颜玉成 然后我现在在悉尼大学读大二 然后我的专业是computer science 呃 其实我我觉得呃 我听下来以后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觉得工作流程 大家的工作流程都非常清晰明了 并且包括大家的分工从刚开始 甚至是从新人到核心成员每个人的分工都特别明确 然后针对不同阶段的成员 然后整个项目也对呃成员有一定的帮助和嗯 就是很明确的一条路线 我觉得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然后对于开发方面 我也觉得参加一个开源的项目 对于不管是不是其实计算机方面 计算机专业的呃同学来说都是特别不可多得的机会 然后也希望后面能有机会的话可以和大家多多学习 不管是从技术方面还是从呃就是协同合作的方面 那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 OK好嘞 呃然后就是有啥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就是撕我们就行了 然后就是哪一部分工作你想先开展的话 我们后续可以就沟通 然后就可以去参与进来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OK可以 呃那爱惜你这边可以呃就是汇报一下吗 嗯可以 呃现在有吗 我的屏幕有出现吗 啊有现在 哦哦好的 我也先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就是我去年就已经在项目当中了 但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 然后一直都没有参与到 呃就是工作中来 然后也是最近才开始 然后这个呃这个cycle我自己的一个呃任务的话 就是呃就是去看这个github上面的那两个比较重要的文件 就是我全部都看下来我感觉这两个呃文件的话就是比较的呃具体 然后呢呃呃看他的同时就就是也是在了解我们的这个项目嘛 这个 approved 然后呢嗯对于呃呃您就已经 weiß了 yeah 说各种那种代码的事情之类的 但是我就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小白 然后我就是今天看了这个两个文件之后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然后第一个文件的话就是 这个在Github上面的这个guideline menu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文件的话 就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learning steps for new vibes 然后我在看这两个文件的过程当中 就是完全可以模拟一个新手小白 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就是我在想如果以后我们的这个项目 要是就是有其他的新同学进来的话 这种最开始的这个文件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我自己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 然后呢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把这两个文件 合并成为一个文件 然后原因的话就是我在看这两个文件 就是我在两个中间反复的跳来跳去 然后发现他们俩中间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 而且那种重叠的东西呢 内容就是会散落在两个文件当中不同的地方 然后这样的话就完全从一个新人的视角来看待的话 就是比较不友好 然后如果把他们两个合并起来 然后再进行一些适当的补充的话 会感觉除了看起来简洁 或者是这种干净之外呢 就是会让就是我觉得会让这个新人的头脑 不会那么混乱 然后比较的清晰 然后他就可以定位 然后这一块就是我鼠标滑的这个右边这一块 就是我自己大致把两个文件合并在一起 然后是一个大致的框架 然后呢就是这个术语可能也不是太简洁 然后也是想和大家就是拿出来交流一下 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拙见吧 然后觉得反正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然后第一部分的话 我就觉得就是把 我刚刚一直都在说 就是将这两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嘛 然后第一个的话 第一部分我就觉得就像这个像在这个guideline menu里面 的一二三四个部分 我觉得他们就是 就是就像模拟新人进去嘛 模拟新人进去 就是就像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就会说哎我先创建一个getup账号 然后把第一个完成 然后再搞定第二个啊 然后再搞定第三个这个事情 然后再搞定第四个 然后这完全就是一个 呃就是呃新新人成员进入到项目当中需要去做的嘛 就是呃就像画画画画那个对勾一样 这个是最简单的 是一些比较基础的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告诉他哎接下来就是你要接下来去学习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也就是说呃为什么会说它是升级版本的这个learning steps for new vibes 是因为我在当中加入了自己的一些部分 然后具体详细的会在下面介绍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我看了一些各类资料 我看到就是这边会有很多的这些呃Q群的在线文档呀呃代码仓库 还有视频仓库资料链接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同属于一个部分的 如果完全的把它放在就是把它分散的放在这边的话 会有点摸不着头脑 而且在这些资料当中也有一些重叠的部分 然后对这一块的话 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嗯我的这些想法还有点不是那么成熟 然后我觉得以后在后面的一些呃时间当中 我觉得我再去我在去进行 我在去进行一些呃详细的呃阐述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第四部分 我发现就是有各种这种注意事项 我觉得就是给他说哎这是注意事项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给他注意事项 然后还有一些调研任务注意事项 录制视频的这种注意事项的 然后他看到也会比较的一目了然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这个另外补充的这个部分 然后另外补充的话 我就是把这个呃这个成员须知当中的这个十一部分 就是这个友好的资料啊 这种或者是或者是说这种在每次组会前 呃或者是说这种当前的工作模式之类的东西 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的话这个那我就继续详细的来卡展开我的这个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以及后面 然后第一部分的话我就觉得刚刚我已经啊 嗯嗯呃就是刚才的话就你前面介绍的是 就是就是你的一个框架想法对吧 就是把这两份 对对对是的 OK我觉得可以就是呃 详细介绍部分的话就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不在这展开 然后前面的这个就是呃我觉得有一点 就很对就是在于这两个资料确实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然后就是这两天的话就是呃可以跟 去沟通就是我们线下之后就管你右边整理出来这一个 就是我们看能不能把新人的这一个就是进来学习的 就是或了解的文档做的更加就是呃就是系统一些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确实是边边边工作边整理的吧 你会发现就是前面两份文档是我们在前一个阶段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翻到一个新片是我们有测试版对吧 那可能是这些东西要变 包括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跟吕阳强调那一点就哪些要改 就我觉得这这个详细的线下可以跟就我们再去讨论 怎么去嗯好的好的 然后呃刚才爱惜展示这个部分的话是新人会去看的 就是呃柯然嘉宁还有那个预成就到时候你们开始了解的时候 呃你们也需要先去过一下这两份文档 然后这里面有的是技术部分的东西 然后里面有的是一些就是组织的一些呃 呃形式的一些东西就是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就可以随时就是沟通 嗯OK我觉得可以好行那先这样然后 诶我这边等一下我的那个我找不到我的当心会议了 好你看怎么不知道怎么那你可以先结束就没事 噢哦稍等下我已经看到了 嗯嗯嗯好然后就就的话就那个呃 pens 跟那个实锐你们呃这段时间有问题吗 就是关于这一个呃就是整体的这一个项目进的 哦不就是关于整个这一个项目的话就是你们有自己的问题吗 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OK 开心那你这边有吗 就是因为这两周 就这两个cycle 你们可能比较忙 就可能就是工作上 可能没有什么进来 但是整体的这一个项目的话 OK 可以 那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今天的话差不多就到这 然后就看张老师 您这边最后的话 需要再做一下总结 就关于目前我们整体的这个情况 我认为现在整体情况非常好 并且我之前给大家的一个example 是其实我自己调三调过 那比方用这些提前的学习方法 它的实际测量值 和我们记忆学预测值的 理合的结果的R平方式 0.9 0.9 比较调三调了 之后调了半天 大概的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这个Company Pi test结果大概是0.82 0.83 0.84 其实用的没有什么样的算法 我认为这个结果已经非常好了 因为呃 跟以前的工作比是是是R平方式0.3 0.4 现在 apply Company Pi 立马就知道是0.8 就知道这个事情 肯定是能做的 那大家如果做未来其他用过来说的话 他再做一部分调三的工作 立马就可以碰到0.9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有用的可以提供很好的insights 嗯 OK我这边没有了然后赶快感谢这位 然后各位就各位晚安 然后大家三周之后来继续再 再谈到我们近点了 OK好那先结束 OK大家 拜拜